请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小说《死亡阶梯》 作者大秀遮天 演播《一种侃侃》 第十集 2002年的十月份 南城化工厂丢失了四十克 轻化甲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四十克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很小 但却足以让不少人丧命 轻化甲的威力正在于此 粘上一点就丧命 被害者几乎完全感觉不到痛苦就死亡了 有这样一种说法是 如果某人在服下轻化甲的同时保持着微笑 那么到他喝下轻化甲断气的那一刻时间 微笑仍旧会保持在他的脸上 这说明轻化甲杀人的速度有多快 这种毒药的威力常常让江阔天联想起 楚留乡传奇里的天一神水 极小的剂量就能够让许多高手惊刻死亡 当初这个案子不由他经手 否则他早已记起来了 江阔天从小罗手里面接过了报告 匆匆看完之后才知道自己差不多算是白白兴奋了 怎么了 等几个人眼巴巴地看着他 偷情画甲的人早就找到了 江阔天将报告扔在桌子上 没找到他之前 他就已经吞下轻化甲死了 剩下的毒药不知取消 大家都愣住了 办公室里一时鸦雀无声 过了好半天 小罗突然振臂一呼 查 其他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江阔天斜着眼睛看着他 查什么呀 查毒药的去向呀 小罗毫无信心却又豪情万丈地说道 行 江阔天点了点头 交给你了 他郑重地将报告递在小罗的手里 拍了拍他的肩膀 其他人依次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罗愣在了原地 感到有些后悔了 江阔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打开电脑 屏幕上出现了在白华山山谷里发现的图案 经过调查 他们将它依照原本应有的形状摆放好 变成了如下的图形 从现场回来的那天起 江阔天和组里的人便将这幅图做成了电脑屏幕的桌面 遗憾的是天天对着这张图却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 对于这个图案 在组里有多次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 这图案肯定不是平白无故出现在现场的 必定有其用意 这图形看上去像个阶梯 旁边的箭头表示向上 联系到谷底的累累白骨 多数人认为这个图案要传达的意思就是通往天国之路 也就是死亡的意思 江阔天属于反对这个看法的少数人之一 他认为这种看法有其道理 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代表死亡 没有什么比尸体更能代表死亡的 没必要画蛇天足的加上这么一个图案 这图案一定有别的意思 它凝视着这个阶梯形状的图案 它简单的就像一个符号 江阔天可是没有小看它的简单 越简单的东西越难于对付 比如规则极其简单的围棋 就比规则复杂的象棋难下得多 对于白骨案的讨论还有另外一个结果 由于这次发现尸骨的数量巨大 单凭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无法做到的 加上这些尸骨都是失去了头颅 且都是裸体抛入骨中 有人提出邪教的说法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现场古怪的图案 大量的死者 奇特的死亡方式都符合 以往接触过的邪教的特征 如果真是邪教组织的行为 那么这个图案则更加的重要 破解这个图案 也就破解了邪教的核心思想 也就更便于掌握他们的行动规律 让人急躁的是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还仅仅是推测 到处都是问题 却找不到答案 江阔天叼了支烟放在嘴里 暂且放下了案子的事 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将自己裹入了烟雾的迷阵之中 享受片刻的悠闲 十二月初的时候 南城已经是非常寒冷了 人们早就穿上了棉衣 阳军虽然不怕冷 也是穿了件厚外套 一下飞机 南藩市的亚热带高温迎面扑来 乘客们忙不迭地脱下厚厚的包装 从随身的行李中掏出衬衫换上 阳军早有准备 将外套塞进了包里 里面是一件复合南藩温度的衬衫 南藩这边的朋友 早就等在机场外了 阳军一跨出大门 就被人抱了个满怀 怎么样 热不热 大熊 阳军笑着回应那个拥抱的人 大熊是南藩市的私家侦探 东军侦探社每一次有人出差 都是大熊负责接应 自然倘若是在南城 负责接应的就是东军侦探社了 双方打过很多的交道 已经是极好的朋友 阳军还没来 大熊已经将先期的调查做好了 那个什么啊 这个我已经大致调查过了 大熊边开着车边说 这个都立平呢 是名会计 2003年8月的 因为突发地球堂 然后突然的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 当场就死了 这个案子没有什么疑点 你想查什么 又是从楼梯上摔下来 巧了 怎么摔的呀 阳军问 就是突发地月堂嘛 头晕 有人说啊 他当时还手抓了几下 运气不好 手边上那栏杆呢 正好是坏的 一抓抓空了 就直接从楼梯上滚下来 楼梯又抖 当场就摔死了 又是栏杆坏了 栏杆是怎么坏的呀 早就坏了 好像是被什么人 锯下来打算卖钱 整个左手边上的楼梯 都锯下来了 那人也被抓住了 那杜立平摔下来的时候 这个这个楼梯栏杆 还没有开始修嘛 大雄笑着说道 那锯栏杆的人啊 也是缺德 锯就锯呗 偏偏又不完全锯断 连着点根 摇摇晃晃呢 既然这样 怎么只摔了杜立平一个人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大雄老老实实的说道 这事还上过报纸呢 引起过好大一场争论 有人说政府不作为 栏杆坏了 没早修好 更多的人都在骂巨栏杆的那个人 据说还是个社会名流 你到底知道多少 一次性说完行吗 杨军不耐烦的说道 我这开着车呢 大雄笑嘻嘻的说 快说快说 那个巨栏杆的那个 是个大学教授 这个早几年呢 因为学术剽窃 被赶出学校了 自己下海开了公司 一直呢挺压抑 结果压抑出了点精神鼓掌 大雄说着 那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里特烦 这个半夜三更自己开车 跑到那个地方去巨栏杆去了 巨的呢半断不断 还没完全巨 就被抓住了 有个心理学家给他出了证明 证明他当时的行为 受到了心理影响 也就没有这么处罚他 要不是这杜立平死了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杜立平也算倒霉 那天别人看见左边那个栏杆 摇摇晃晃的 都知道往右走 只有他还坚持走这左边 结果啊 摔死了 完了 哦 完了 你怎么光调查巨栏杆的人去了 这当然了 如果杜立平是被人杀死的 那就只能是那个巨栏杆的人害死的呀 所以我就顺便调查调查嘛 不过现在看来肯定不是他害的 是意外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 他是在杜立平死前半个月巨的栏杆 他怎么会知道那杜立平半个月以后会上那儿去 就算是知道啊 又怎么知道栏杆那个时候还不会被修好 又怎么能肯定这杜立平一定会走左边 再说 这种人害人的方法打击面也太大了吧 一不留神 就可能害到别人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小说 死亡阶梯 欢迎继续收听 那你还查了他什么 他们是名流嘛 大雄笑着说道 好奇 还有一点啊 他家好是杜立平公司的老总 哦 你啊 可别以为找到什么线索啊 我告诉你吧 大雄笑得有点鬼 这个沉住的打击呢 马上就要来了 什么打击啊 这个邱思敏 就是巨栏杆的那个 他巨栏杆不是第一次 以前有过好几次这样的记录了 每次都是因为精神上的毛病被放出来 怎么样 线索断了吧 他巨栏杆纯粹是精神需要 跟杜立平无关 杨军 他总是抓不到那幽灵的一鳞半爪 大雄还在东拉西扯着 杨军没注意听他说什么 只是随口的回应着 脑子里还在想着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调查 突然耳朵里听到失踪两个字 他心里一紧 连忙问 谁失踪了 秋思敏啊 大雄笑着说道 你又走神了吧 这秋思敏在杜立平死亡之后就去向不明了 可能是因为间接杀死了人良心发现了吧 杨军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想到的是林斌 同样是在意外伤害了他人之后失踪 同样是有精神上的疾病 林斌和秋思敏的情况到非常的相似 这种相似仅仅是巧合吗 他再次意味深长地笑了 也许秋思敏真的需要好好地调查一下 当然不是现在 现在首要的调查是杜立平死亡的真正原因 大雄说得对 他为什么不走右边呢 每个人都知道要避开左边的栏杆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 另外 从大雄提供的情况上来看 杜立平的家住在荷叶堂 工作的地方在北斗路 死亡的地方却在东江广场附近 这三个地方几乎分布在城市的三级 出事那天正好是星期一 杜立平下午还要上班 他没事跑那么远的东江广场干什么去了 他那天到东江广场去干什么呀 杨军问 买衣服呗 大雄补充道 给他的女儿买衣服 听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还是有问题 杨军输了口气 闭上眼睛休息 大雄摇晃着他 你想什么呢 杨军挥了挥手不理他 他不满地看着杨军悠闲的表情 这个家伙肯定是想到什么线索了 在宾馆里休息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 杨军便赶到了东江广场 东江广场四面都是高而陡峭的阶梯 广场被阶梯包围在中央 类似一个盆地 杨军站在杜立平丧命的那条阶梯前朝上仰望 认为设计这个广场的人肯定脑子有毛病 这条阶梯 陡且不说 而且无依无靠 和两边的楼梯不相连 除了半人高的栏杆之外 没有其他的保护装置 一人宽的梯子 狭窄加剧了陡峭的感觉 别说是下来了 就是从下往上走 也让人未行先喘气啊 杜立平就算是没有滴血糖 在这样的阶梯下 从上往下走 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两边的栏杆都落着厚厚的灰尘 阶梯上也满是灰尘 看来连环卫员都不愿意 在这梯子上留恋 左边的栏杆明显的 心于右手的栏杆 但因为太久没有人碰过 也变得异常的暗淡 杨军沿着阶梯朝上走 走到顶端 一个小型的步行街 这又是一个脑子有病的人设计出来的吧 东方广场地处于南帆东级 既不靠商业区 也不靠居民区 交通也有些落后 再往东走就是郊区了 在这里建设这么一个广场 无疑又是一项大而不当的市容工程 从阶梯的顶部朝下看着那广场 空荡荡的仿佛被废弃了千年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商业步行街门庭冷落 原先是定位于高档商业区的 从门上的招牌上可以看出 都是些高级服装化妆品之类的 透过玻璃门 还可以看见里面还剩下不多的货物 大部分的店铺都锁着门 挂着门面转让的牌子 少数几个门面开着张 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打着牌 杨军在步行街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路 没找到一个当时亲眼看到杜丽萍掉下去的人 这也难怪了 都这么久了 又是这么一条留不住人和钱的街 就算当初真的有目击者 也早就搬走了 杨军第三次回到阶梯顶端时 眼睛瞄到了旁边一个白小摊的老太太 老太太盯着他看了好一阵 眉头紧皱 腮帮子上的肉朝下垂着 一副严肃的表情 买包烟 杨军随便拿了包烟 老人家 您在这里摆摊子 最好离楼梯远一点啊 老太太边找钱边问 远点做什么呀 也许是因为做了小笔生意 严肃的神情消失了 老太太皱皱巴巴地笑了起来 杨军也笑了 觉得这老太太挺可爱的 彻底是爱憎分明 他顺手抽了根烟点上 两年前这里有人摔下去过 您老人家不怕呀 哦 你也知道这事啊 老太太来了精神 那个女人摔下去的时候啊 我就在这摆摊子嘞 真的呀 杨军故作惊讶 哎 是啊是啊 老太太抿着嘴 很有把握地说 这条楼梯呀 都没人走 你看 你看这样子 你就晓得了 太多 哪敢有人走啊 望一下 就好像要掉下去一样啊 他突然压低了嗓门 凑近杨军神秘地说道 那个女人哪 偏偏就走这儿 跟你讲 一看她样子呀 我就晓得 她是来送死的 他又提高了嗓门 他就是从这个 步行街那儿下去的 手里提满了东西 脸上还冒着汗呢 眼睛啊 发直 脚步也有些摇晃 我当时就觉得 不太对劲啊 看她 还是要走这楼梯 我老太婆就多管了个闲事 喊了一句 哎 那条楼梯不安全哪 那女人听了以后啊 有气没气地说 这里 离车站近 哎哟 说完就朝下走了 她突然又压低了嗓子说 你看见没有 这左边啊 楼梯都是新幻的 两年前 被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剪断了 摇摇晃晃的 谁都看得出来 有时候啊 有些不怕死的小年轻啊 就走这条梯子 看到左边的梯子 摇摇晃晃的 也就知道都往右边走 那女人呢 偏往左边走 我还大声地跟她说呢 她还说 没事儿 没事儿 走了几劫 她就摇晃起来了 手去抓那个栏杆 那个栏杆本来就是晃晃的 哪儿撑得住她呀 连人呢 带栏杆呢 一下就翻下去了 说到这儿 她脸上露出了害怕的神情 我老太婆 及时看过这一种事儿啊 等时我就吓懵了 坐在这儿地上发抖呢 周围呀 又没个人儿 后来呀 我就想起来 要叫人儿啊 就赶紧跑到那边步行街上 找了几个小年轻 叫了个救护车来 那救护车上的人 来了看了一声 就说死了 说完 她用力地点点头 杨军第一次听正人说话 听得如此津津有味 老太太的嗓音呼高呼低 声情并茂 简直带有评书之美 尤其是那最后稳稳当当的一点头 简直就是古代说书先生醒目的翻版啊 表示故事结束 客人交钱走人 他忍不住笑了 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小说 死亡阶梯 作者大秀遮天 演播一种侃侃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